在东方有个打不倒的小个子 这是外国媒体对邓小平的评价 然而并不是所有人都如此友好 1974年邓小平在联合国大会上 遇上了苏联外长葛罗米克 这位苏联人仗着自己人高马大 竟然嘲笑邓小平身材矮小 邓公的一个动作 就让这位狂妄的苏联外长哑火 并且灰溜溜的逃跑了 邓公到底做了什么 摆度一下邓小平了解更多相关信息 1974年联合国要召开一次原料和发展的特别会议 这是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后的首次亮相 因此中央十分的重视 毛主席特意派出了刚刚付出不久的邓小平 去参加这次会议 在大会的发言中 邓公全面阐述了毛主席三个世界的理论 以及中国反对殖民主义 帝国主义 大权主义的外交政策 别看邓小平个子不高 但人却很鼻挺 就像是一个将军一样 且他说话沉稳有力 使人不由得就信服起来 气场非常强大 当邓小平说到 中国将永远站在第三世界一边 永不称霸时 全场顿时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 不少国外的代表甚至站起来鼓掌 以示尊敬 然而也并不是所有人都认同邓公的话 例如美苏这样的霸权主义国家 美国和苏联将世界分成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个阵营 不做他们的对手就要做他们的小弟 这样的无赖行为让很多国家不满 但多数国家都因实力差距只能默默低头 中国对于美苏的霸权行为早已不满 这才在这次联合国会议上公开发声 表示中国将永远站在第三世界一边 永远不会像美苏一样称霸 这番发言让美苏两国都感受到了威胁 尤其是苏联 他们自诩是社会主义老大哥 长期以来一直将中国视为自己的小弟 对中方一致气势 中苏关系也因此恶化 如今中国在联合国做出了这样的发言 苏联认为中国是在打疼的脸 这引起了苏联的不满 在休会期间 很多外国代表都来到了邓公的休息室 表示祝贺 苏联的外长葛罗米克也来了 不过他可没安什么好心 葛罗米克刚进屋就开始阴阳怪气 邓先生您刚刚的演讲十分精彩 邓小平刚又道谢 谁知葛罗米克马上话锋一转 又接了一句 只可惜您的个子比较矮小 说吧还要将手放在邓小平的头上 此话一出 中国代表团的脸色都变了 相比身材高大的葛罗米克来说 邓小平的个子的确不算是高 但作为一国的外交部长 这样说显然是非常不礼貌的 葛罗米克怎么可能不知道这一点 但他依然这样做了 显然他是想通过这样的方式来羞辱邓小平 以及邓小平背后的中国代表团 只可惜这个葛罗米克看错人了 邓公或许身材没有那么高大 但他却从来不是什么软柿子 更不会允许其他国家抹黑中国 邓公在听完这一番话后并没有生气 而是直接将手臂扫向了 葛罗米克正好打上了 葛罗米克的屁股上 然而不冷不热的说了一句 这是哪里的话呢 邓小平的这个举动 除了是在羞辱葛罗米克外 也是暗示大家对方说的都是屁话 被打了屁股的葛罗米克 一下子愣住了 邓小平如此迅猛的反击 是他始料未及的 想到自己被人打了屁股 葛罗米克又羞又恼 顿时觉得尴尬无比 最后只能灰溜溜的离开了 邓公就是这样一个人 别看他身高不高 但一言一行都霸气十足 尤其在外交上分毫不绕 赫鲁晓夫曾经和毛主席说过 邓小平这个人很厉害 不好打交道 正是这种厉害 让邓小平在苏联人面前不落下风 在香港问题上力挽狂澜 在改革开放中创造奇迹 中国人民必须要感谢这位小个子 是他带领中国走向护墙 让我们向邓公致敬 大家对邓小平的反击怎么看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互动 我们下期再会